这是刘德华演唱会吧 好吗 刘德华一连四场的上海演唱会 昨天终于在奔驰中心 这个揭开大幕了 两年不见 刘德华的身份 对 这个时间要留给你了 慢慢表达你对他的情感 就是刘德华自己都说 他说 我今天的身份呢 变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公开了结婚 生了孩子的事情 所以一上舞台呢 他就为大家所有现场的亲人 准备了一段开场白 他说 虽然我的身份变了 但我还是你们的那个 然后全场刘德华 然后他说 所有年长的朋友 你们就当 是你们的儿子在开演唱会 所有年轻的朋友 你们就当 是你们的哥哥在开演唱会 所有的女性朋友 那不用讲了 你们的老公在开演唱会 天哪 所有的话 就是所有人心都安了 最重点是最后一句话 现场所有的男的 你们就当是自己在开演唱会 所以所有的人 就真的给他捧场 刘德华 他毕竟是刘德华 所以听你这么说 我昨天没去看演唱会 我必须得要好好看这条片子 在上海最大的室内场馆 连开四场演唱会的霸气和人气 恐怕也只有天王级的人物 才能hold住 与以往不同的是 刘德华这次还将香港 宏馆的四面台 原汁原味搬到上海 就光这个舞台 就耗资八千万 究竟其中 有何乾坤 咱们慢慢瞧 音乐渐气 刘德华先声夺人 所有目光都盯向舞台中央 但是刘天王却意外地从天而降 再顶静一看 这个简陋的飞行器 只有四根钢丝固顶 脚下的一方踏板 也只能容纳一个人站立 更令人捏把冷汗的是 刘德华身上竟然没有任何 安全措施护体 可即便是这样 天王还是照样耍帅范裤 这还不止 正常演唱会 刘德华频频上演危险动作 娱乐圈拼命三郎的封号 果然不假 在所有设计中 最让人惊艳的 还是舞台中央那层水帘 随着灯光和歌曲的变化 落下的水幕 形成了一串串不同的中国字 让人大开眼界 不过所有的硬件 对于舞台上的大明星来说 都只是配角 往中间看 六块腹肌 精壮的体魄 上海一夜 天王也难得 性感了一把 为了照顾四面的观众 刘德华消耗了 比一般演唱会更多的体力 当晚刘德华 现唱了将近四十首歌曲 深情的 经典的 动感的 就一个晚上怎么听得够 哎呀 望着手都拍一拍啊 勇敢追进来 让他上山下来 哎呀 想着天空白白啊 别想不怕 都坚持了他 今天我的身份 有点改变 但是我还是你们 以前的那个 谁啊 唱着唱着 刘德华把自己 都给感动了 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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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觉得他还是 宝刀未老啊 活力不减当年 还是那样 有味道 娱乐新天地 不拼命 吴天王上海采访报道 看完之后 还是好后会 没有去看 刘德华的这场演唱会 还有两天呢 还有两三天呢 好好好 下班以后 去门口等等看 有没有谁 好心把票让给你 绝对